最近国际涅价一度是狂飙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造车呢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就说 这只影响电池制造的10% 他看今年的景气还是审慎乐观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亲自领军试程 电动巴士Model T台北智慧城市展亮相 这回不只化身展骑接驳车 让民众抢先体验 后续还会加入客运路线试运行 另外两款电动车也有好消息 Model C10月18号之后 我们会接受预定 大概在预计是明年的上半年 Model E可能在明年 就是后年的年初 虽然近期国际涅价一度狂飙 不过刘洋伟说 涅对电池影响只有10% 而且主要是三元电池 鸿海目前用的比较多 都是磷酸锂铁电池影响有限 虽然全球铜膨炸锅 但是对今年景气还是甚甚乐观 间接的影响 直接影响是我们销售的部分 往往是低阶的产品 首先受到影响 要影响到高阶的产品的消费力 这可能是有限 而智慧城市展上 大受鸡漏的还有核硕 这回展示了一连串5G智慧通讯运用 未来不管是大众运输 或者公共场所出入口 只要有摄影机搭配人脸辨试系统 就能分辨你有没有乖乖戴好口罩 而谈到升息和通膨 何硕董事长佟子贤这样看 升息当然会带来一些资金流动 跟股市稍微会有影响 但目前为止非常合理 我曾经提过要解决通膨最好的方法 其实是生产力的提高 佟子贤认为过去全球 也经历过多次通膨 但科技的进步让生产力提高 抵消带来的影响 正好呼应了这次的智慧城市展 很多科技未来即将在你我生活中 一一实现 东森财经新闻 科广名叶子金台北报导 看盘不断 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 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